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支持Mail式生活radio 我是阿駱 今集到了熟蛇的朋友 在你聽之前記得出去幫幫手 按LIKE 因為錄每一集都要花費我很多精神 所以一定要有少少鼓勵 有些甜頭才行 除了你們課金請我吃肉桂卷之外 LIKE也是最重要 記得每次聽影片都一定要給LIKE 還有Share出去 讓多些朋友認識我這個Channel 雖然錄這個新潮榴槤運程 對我來說不是很重要的事 但我在這一年最後任務 答應了自己要錄完12新潮 我一定要完成它 雖然現在錄了一下也覺得很煩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但也要堅持完成它 畫上完美的一句 好了好了 我們馬上去到這個 2022年屬龍的人的新潮運程 在2022年任人年 碎剛為新潮龍的偏財星 而這個偏財即是來得快的錢財 同時太歲又是翼馬星 即是會多出軟門 周圍走動 而這個翼馬亦叫做龍馬膠馳 所以也主導了錢財在外面 需要外出去賺這些錢回來的 當然啦 在實際的角度來看 由於屬龍的新潮 今年和太歲 沒有什麼直接的作用關係 定性為通過努力工作 並且外出尋找機遇的話 一定會有些偏財運 即是多些走動 就算沒有人約你 也要出去多些見一下人 見一下朋友 見一下生意夥伴 那你就從而會得到一些工作機會 而獲利 總之記住一句 不要懶 你越走就會越旺 走多些 動動多些 講完吉星 我們就講一下空星 因為其實我覺得 聽這些運程 不是要聽自己有多好 反而是要聽 有什麼要注意 有什麼要避忌 當我避了一些不好的東西的時候 那我其實就是好 我是這樣想的 我一向都是這樣想的 所以 我有時去批命 去看師傅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說 有什麼不好的東西 你盡情說就行了 不用一定要全部說好東西 要不然我給這些錢 就好像白費了 因為其實我一向都覺得 吹吉避兇才是最重要 好了 來到2022年 任人年太歲 維新潮龍的七殺 而且還帶了天九關 梳門和吊客 我們由七殺這個角度來講 今年不要招惹一些社會勢力 不要跟一些執法部門 站到這樣硬 這樣對行 因為對你很容易會 產生一些禍害 受傷 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求財還求財 就不適宜做一些太高風險的事情 否則都很容易有受傷的可能性 其次是關於天九關 他提醒了我們 小朋友不適宜跟貓貓狗 玩得太瘋了 或者要教他 怎樣跟小動物相處 要不然就容易受到傷害 早點教他怎樣跟動物相處 就好過只是鼻子 我覺得他認識了 他就懂得鼻重就輕 繼續看看新潮龍起22年的財運運勢 財運方面 碎剛透出了偏財 但生了七殺 起22年 就不適宜冒險地求財 如果想獲取一些偏財 必須要建立在辛苦的基礎上 即是我們平時在外面聽師傅說 辛苦得財月 好了我們說完這邊相 那邊相就要記住 千萬不要想著 投機或者用一些投資的方法 可以去賺錢 不然很容易就會被人騙 不見錢這些事情 小心留意 同時都會因為 尋求你的偏財而導致受傷 另外偏財性傷度會比較薄弱 如果轉是求正財的話 反而這樣會比較有吉利 對於上班一族熟龍的朋友來說 起而現年財運比較平淡 不適合追求偏財 即是說你努力工作 只要你不怕辛苦的話 在正財方面相對是非常隔離 亦都不會被別人賺得少 對於重商熟龍的朋友來說 22年不適宜參與一些大風險的投資 如果是跟一些木材 圓林有關的項目 更加需要審慎 你所得到的利益是需要跟人分享的 另外需要跟執法部門 社會勢力搞好關係 否則收益也可能有些隱憂 會有些麻煩的事情發生 在事業觀運方面 今年太歲會為你的七殺星 亦都是偏觀星 可能跟一些第二把交椅的人 或者執法部門會走得比較近 關係相對都會和諧 但也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同時新潮龍的朋友 還有在22年並沒有一些很突出的升官 升職的訊息 對於上班一族的你來說 22年事業方面 機遇未必很多 雖然會跟一些 話倒士 一些第二把交椅的人 可以接近些 但自身就沒有得到什麼好處 也都很難升職 另外幸好就是沒有什麼大麻煩 而對於重商的你來說 在22年就會有些機遇 可以跟一些有權勢的人 關係很融洽 但就很難在22年獲得很大的發展 轉個角度看 你亦都可以為將來的人物關係 或者工作打毀一些基礎 好了 輪到感情因緣混世 熟龍的你 今年逢太歲人目為新潮龍的七殺星 歲剛就是偏才星 也是新潮龍的兒性星 22年太歲不是你的桃花 雖然都會認識到一些異性朋友 但就沒有辦法跟這些異性 獲得超有儀的感情 那就是認識的朋友可能會多了 但就未必是有發展的 不過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順其自然好 即是如果你要付出很多很多的金錢 或者要做很多場大龍鳳 才追到這個女生呢 那我又覺得不是那樣東西 不需要啊 所以 除完了 師主 好了 繼續說到一些健康平安的雲世 健康方面 就不太理想了 太歲帶了天狗關和桑門吊嚇 而且太歲也是七殺星 理論上容易導致自己的兇險 受傷 但新潮龍和太歲就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作用產生 所以今年 只要你不去主動招惹一些是非 都未必會惹上麻煩 健康上都是一樣 在今年 建議多參加一些公益活動 增加自己的正能量 去化解22年 七殺這個兇險 就算有什麼發生 都能夠將它的影響減到最弱 甚至乎 是有逢空化吉的功效 對於熟龍的小朋友來說 今年就不太適宜自己去跟動物去玩 最好帶人就要看著 如果要進去一些郊外的山林玩 都一定要看緊一點 否則就會遇到一些不可預知的傷害 對於老年人來說 22年就不適宜招惹是非 一些有勢力的人 和一些執法部門 也不適宜貪小便宜 避免惹到一些無妄之災回來 好了 我們繼續新潮逐年說 1952年 任神年出生的人 在22年 逢天干偏財任水 和瑞干任水同旺 太歲就會省眉 和熟龍的朋友有少少傷害 財運上面會有些機遇 但陷阱相對也很多 所以熟龍的老人家 千萬不要去追求一些什麼 投資 去獲利 避免受到一些誘惑 而中了別人的圈套 鼻片 身體健康方面 就不要去招惹是非 也不要跟別人喊殺 少去一些郊外荒野的地方 因為這樣會容易發生一些不可預知的意外 要留意留意 繼續有1964年 甲神龍年出生的人 天生地黑 今年天干隔木 偏觀受 碎干任水偏財傷身 而太歲和熟龍的人 亦沒有什麼互相影響 但存在了氣勢上的傷黑 所以在22年 財運方面不太理想 開支相對也會增多 千萬不要去追求各種的投資 投機 想著去賺錢 否則很容易就會被騙 在事業上 都沒有什麼太好的機遇 但可以跟上司 維持一個不錯的關係 但有沒有突破 今年就很難 身體健康方面 都一樣 不適宜去主動招惹一些是非 一些人物 一些勢力人士 也不要跟一些執法部門對抗 避免發生這些不可預知的傷害 同時都不適宜去一些 監外的地方 做一些危險的活動 容易發生意外 要好好留意一下 繼續是1976年 炳臣龍年的人 天黑地黑 天干炳火 手碎乾任水雙黑 構成了偏材黑人 以太歲和龍人 沒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但太歲也會有少少 克制著龍人 所以主導了熟龍的朋友 在22年 在事業上容易花錢 容易不見錢 或者在投資 或者辦你的手續上 相對要花費更多的金錢 今年也都說了 不利於求財 更加不適宜參與一些高風險的投資 但就可以通過努力工作 去獲得一些收益 這是最安全的 記住 同時也提醒自己 千萬不要因為一些小便宜 或者眼前一些短視的東西 令到長遠的機遇失去 自己就要好好衡量 健康方面 不會招惹是非 盡量少參與一些 郊外野外 一些危險活動 因為今年也有些 不太好的空聲 所以建議熟龍的朋友 今年可以去求護身符 化解在22年 七殺化財這個困局 同時消除22年這些陰殺晦氣 增強吉利的氣場 其實我覺得 如果做多一點 可以順一點 沒那麼激 我覺得都可以 沒問題 可以去做一下 好 接著是1988年 霧神龍年出生的你 天黑地黑 天光霧土比堅 黑了碎乾飲水偏材 而泰削就會有少少黑激了熟龍的朋友 在22年 偏材上面會有些機遇 但是記住千萬不能過份貪婪 否則追求封口的回報 反而會招致一些破財 代入一些圈套 今年最穩陣的求財方式 就四個字 黑虎內老 那就一定會有收穫 只要你肯用一些 自身的努力去做 就會有一些很穩陣 很穩陀的收穫 而感情方面 會有一定的異性緣 今年認識的人 就可能需要你花很多的金錢 力氣 才會一起 否則都很難有收穫的 今年 健康方面 不適宜跟人產生衝突 跟上面一樣 不適宜去招惹一些勢力 否則很容易帶來一些自身傷害 都是啦 不適宜在戶外 做一些太過危險的活動 自己要小心自己的安全 好 可以通過自己的一些聰明才智 而有收穫 但記住千萬不要過於貪心 否則很容易就會中一些圈套 會被騙 感情方面 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 都會有一定的異性緣 但自身就需要 用很多的努力去爭取 還要捨得花費 否則感情上 就很難有收穫 這些不是我說的 不是我說 要多用錢去追人 還是怎樣 剛才也說了 如果一段感情是需要你 去做這麽大場大龍鳳 才能追到的 我覺得不如隨緣 那你自己選吧 在健康方面 不適宜招惹是非 跟別人發生爭執 甚至乎是肢體碰撞 否則受傷的人 就很容易是你了 在事業方面 跟相關的上司 一些老闆 可以維持一定友好的關係 但今年就很難有升職的機會 而讀書的你 在學業上有一定的壓力 但只要你肯努力學習 都可以有一個不錯的進步 繼續是 2021年 任神龍年的人 天同地黑 天乾任水偏財星 和睡乾任水偏財星同旺 而太歲和熟龍的朋友 兩者沒有什麼 互相影響的作用 而太歲會有少少 黑制熟龍的你 小朋友 在二年學習上 會面對一定的壓力 沒辦法好好地找到 一些學習的方法 家長就需要多點鼓勵小朋友 不要輕易對他發脾氣 罵他 令到他沒有了自信 因為這樣對於他來說 絕對沒有好的幫助 反而你更容易會令到他 離開了下來 而一年的小朋友 今年可能開始 懂得洗錢 懂得亂花錢 今年就不懂得計劃自己的財務 所以大人就要教他 怎樣理財 健康方面 留意一下 不要讓小朋友 在野外山林這些地方 玩得太瘋了 要看著 在玩的時候 否則很容易發生一些 不可預知的意外 在2022年 新潮熟龍的榴槤運勢 也說到差不多了 聽完的話 大家記得出去 給我一個Like 如果身邊有熟龍的朋友 記得幫我Share出去 下一個應該到 蛇 多謝你支持 Mail式生活Radio 我是阿樂 下集再見 Bye Bye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